我自己要回哈尔滨一趟,我大学在哈尔滨读的,哈尔滨毕业之后呢,到了北京转眼,这就快半个世纪了,这次回哈尔滨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冬奥会到底是100天,很多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东北人,我们都要回去 第二呢,那是哈尔滨今天旅游火了一阵,我们希望与他借着冰雪节再火起来,持续的火下去 作为家乡的游子,我们有责任为哈尔滨喊一嗓子,哈尔滨低调太久了,喊一嗓子能咋的 哈尔滨好山好水好地方,哈尔滨姑娘漂亮,哈尔滨小伙子仗义 东北人都是活来风,当年白山黑水之间,东北涌现出了一大堆抗日英雄 所以我这次回哈尔滨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就要到731纪念馆去 731部队残害了多少中国人呢,据说那个地方不让直播呀,我在琢磨着不让直播,我们怎么反应 1937年到1945年期间,日本的细军部队叫731部队,以研究防治疾病,还有饮水净化为名 在中国东北呀,用人做活体实验,用什么人,用中国老百姓,朝鲜人,甚至是美国人,抓获的美军战俘进行生物武器 在人身上的效果的实验,具体实验说起来令人发直,胆子小子你都不敢听,活体解剖,活体焚烧 活体冻伤实验,鼠疫实验,人的血和野兽的血相互换等等 日本七肖部队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最近不是有一个当年的日本七肖部队的一个少年兵啊,叫清水英南到哈尔滨到七肖部队就职 啊,鞠躬,道歉,反省 你看看这些本部大楼的,什么队长办公室,标本神验室,还有冻伤陈列室,细菌实验室,以及小动物地下饲养室等等等等 这个英水先生在那儿呢,他人之将死,七眼也晒啊,他在那具体指认,齐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行 918事变之后呢,到1932年8月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已经基本控制了整个东北的局势 采物人道的日本鬼子在我们哈尔滨啊,南港地区建立新的细菌基地 开始叫石井部队,后来又为了保密,改名叫家冒部队 再后来又改了其他的名字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日本细菌战犯他只是在哈尔滨南港 不是啊,咱们现在经常吃大米,号称武昌大米那个地方,叫贝银河中马城 也是他细菌部队扎住的地方 至于平房那个地方,是占了武昌那个地方之后,扩大又扩大到哈尔滨的平房地区的 有人替日本辩解,说中国人夸大了,说那个时候可能国际工法上没有明确这一条 我告诉你,凡是给日本侵华战争做辩护的人,无论他有多么崇高的地位,这种人绝对不可原谅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在持续的意识形态斗争当中,我们坚持不懈地揭露那些 打着知日派旗号,打着研究历史的旗号,打着中日亲善的旗号 给日本侵华战争做辩护的那些人的重要原因 他们当中有教授,有记者,还有北京某个大报的某一个层级的重要领导 他居然是日本间谍,不但是替日本鬼的辩护 而且在现在这个现实当中,他给日本人提供情报 老间谍啊,这种人有一个算一个,一定不能原谅 当年日本人他当然知道这种事见不得人呢 所以他千方百计秘名掩盖,不断改名 开始叫防疫研究室,到加茂部队,后来叫奈良部队,后来叫什么 防疫给水部队 1941年又起了一个新的名,叫满洲第731部队 这个部队你知道多少人吗?顶峰的时候有4515人的规模 在赫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份极为珍贵的档案资料 清晰的记录了日本关东县平队731部队戏剧实验 输送活人的全部过程,拿活人做实验 这是无可辩驳的证据,揭露了731部队的迷天打罪 今天大家看到特殊输送会有什么特别联想吗?不会 但是特殊输送在日本731部队,这就是拿活人 直接做实验的一个隐语 当时抓了中国人,抓了苏联人,甚至抓了美国人 第一秘密逮捕,第二秘密审讯,第三直接交给731部队的人体实验 731部队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面,至少用5000人做活体实验 这个部队拥有4000多具繁殖跳蚤的浮育器,让跳蚤染上鼠疫 每三四个月就培养出45公斤的鼠疫跳蚤 日本鬼子用活人做实验那些残酷的画面,我都不忍心再去描述它 即便过去了70多年,那些画面依然历历在目 我也希望所有的到哈尔滨去旅游的朋友们欢天喜地 享受哈尔滨之下,哈尔滨冰雪旅游的快乐 享受哈尔滨美食的时候,能够找那么一天的时间 庄严的、肃穆的、认真的到731部队纪念馆去看一看 我们的前辈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之下,曾经过着 怎么样的生活,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曾经犯下了 多么可怕的罪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